下個禮拜就是除夕過年了 台灣近幾年來新年節慶氣氛越來越淡 最近有一群年輕的插畫家 他們就用過年最具代表性的紅色為主題 把門神年寿等等傳統的符號 創造出新的形象 有生化機器造型的羊 還有女生造型的才神爺 除了一樣喜氣洋洋 這樣的新年圖像 更貼近了年輕人喜歡的樣子 生化機器羊 女版才神羊 或者是三羊開太 一張張年畫都有別於傳統的樣子 一群因為插畫而聚集的藝術家們 期待為傳統注入新形象 我們其實是一個跨文化 就是結合新的插畫圖像 還有插畫藝術品 然後再結合一個傳統的年節文化 那包含了門神 然後還有這個圍爐的概念 然後還有財神 還有這個年寿的部分 其實這都是一些過年傳統的 中國文化的呈現 那我們透過新的插畫元素 去包裝這樣子的概念 胖胖的米克斯貓 穿起刀服 翹起腳 神器的守護家們 門後金光閃閃的圓桌 則是溫暖的圍爐團聚 以生活作為靈感的新世代插畫 讓傳統年節活潑許多 從小時候我對新年的時候 最大影響就是 每次新年都是要把家裡的那個鐵門 就是以前老舊的鐵門上面都會貼門神 然後到過年的時候都要重新貼一次門神 這其實是我自己養的貓 所以我就以它為創作題材 然後結合傳統的門神文化 這張是就是圍爐 可是這些都不是我的家 而是我的朋友 因為我覺得就是現在住在外面 可能過年沒有辦法回家 所以就跟朋友聚會 替自己留下一個空位 反映異鄉有子的身份 新一代插畫家做年畫 雖然貼近個人 但他們很重視分享與關懷 每個人在過去一年之中 都會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造成自己的壓力跟陰霾 然後逐漸累積起來 我覺得這種無形的壓力就像年獸一樣 希望用一個爆炸 然後一掃大家過去累積一年的陰霾 插畫藝術家還在展覽現場 教大家做自己喜歡的年畫 迎接喜氣洋洋又新鮮的一年